運輸技能 首先是BOIB 數據語音傳輸技術 我們的Beatbox 透過數位的方式 將語音做一個傳輸 Beatbox是用 用硬體的方式去壓縮語音 然後把它轉成數位的方式傳輸 像我們平常我們家室內電話中華電信的話 它是只有類比的傳輸 那View IP的意思是說 把類比的傳輸壓縮成數位的傳輸出去 那接下來就是IP、TPX 那這種東西 如果你身旁的朋友是企業客戶的話 你可能會比較接觸到這個名詞 通常現在企業客戶裡面 大部分的公司都會有一個IP、X 這個總機的交換系統 那IP、X的功能就是說 它一樣其實是一種可以轉換 就是數位類比線路跟數位線路的一個大型的交換機系統 通常公司都會有這種設備 那接下來是PS、TP 就是我們剛才Beatbox上面都有看到 就是一個TSTN的孔 那可能大家都不知道說 這TSTN代表什麼 其實它的名詞就是說 公共交換電路網路 它的意思就是說 就是實體的線路 實體的電話線路 就叫做TSTN 簡單來講說實體的線路就是TSTN 那接下來就是說 IP 其實在電腦的世界 在傳輸一些東西的時候 你在網路上怎麼找到對方 其它是利用IP去尋找的 那IP是介於 4組0到25的數字 4組0到25的數字 那可能有人就是家裡如果沒有IP量器 他需要去做一個波階的動作的話 他可能會需要了解到說 現在電腦的IP是什麼 需要設定之類 那你可以利用一些方式 例如在Windows下面打 打開你的DoS系統 打IPConfig的話 就可以查到現在電腦的IP的位置 那接下來是DHCP DHCP的功能就是跟剛才提到的IP分享器有關係 就是說今天如果你家有裝IP分享器的話 那基本上它都會有一個DHCP的功能 那你的Beatbox都可以不用做任何設定 你只要接上你的網路線 就可以做一個實用 接下來是PPoE PPoE 顧名思義就是說 大家如果是用中華電信的話 它都會有一個波階的功能 那我剛才有提到就是說 如果你叫做裝一個IP分享器的話 其實這個波階功能就可以用IP分享器把它做掉 接下來是ISP ISP就是一些例如ADS提供的廠商 例如什麼中華電信啊 素博啊 原傳啊 都可以稱為ISP 那ADS-L就是 ADS-L其實是一種技術 它是用被對稱的一些數位線路說傳輸 那ADS-L其實有一個特色 就是說通常它的下載都比較快 可是它上傳比較慢 但是它就有一個特色的 有一個印象